抱着遥控器开飞机是一种什么感觉 这是我们设计制作的再能低面效应飞行器 你没有听错 它是可以带着我在水面上飞行 从设计制作到试飞成功 我们整整耗时了三个多月 但是故事的开始还要从四年前说起 在干江边上 我试飞了自己设计制作的第一架低效飞行器 开始还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经过一个星期的优化升级 第二架升级型号 基本上实现了低面效应飞行 这也是我第一期三乐门的视频 有多少人是在当年开始关注到我的 后来我就一直有制作再能低效飞行器的想法 由于制作成本太高 这个想法就一直保留在图纸上 压在了箱子的最底下 直到四年后 在伊斯塔360的支持下 这个停留在图纸上的想法 才真正实现 这次的设计和四年前相差很大 采用前后两个机翼的方案 刚开始有考虑反造前苏联的离海怪物 致敬一下 但是从我前面的测试情况来看 这个气动外形 没有飞控系统 是很难保持高度和飞行稳定的 所以还是放弃了 动力还是一样 放在头部 采用四个巨型电机 飞行控制 完全依靠电机差速 取消了控制垛面 我敢这样设计 也是参考了一些成功的案例 完全是可行的 我也制作了二分之一 缩小比例的模型进行测试 就是地面相应航母的圆形机 飞行控制完全是没有问题 带着四块板砖也特别稳定 初始设计 尾部还有登船的台阶 两个小锤尾 可以充当扶手 有点类似于游艇的感觉 在能版本 觉得尾部过于复杂 就取消了台阶 改成了单锤尾 这就是我们这一台 在能地面相应飞行器的完整设计图 机翼主体 全部用的都是KT版 多片粘合在一起 制作异类和加强帘 我知道有人要问了 你就无法机翼断了吗 我肯定也是怕的 所以特意定制了 八根加厚的碳纤维管 单轮挂载试了一下 强度完全是过剩的 连接部位 再使用航空成板额外加强 为了保证组装精度 也是第一次用上了供装架 全部组装施工 都在供装架上面完成 第一个机翼制作好 还是发现了问题 机翼前缘蒙皮会下沉 这虽然不仅想使用 但是看起来不美观 重新优化设计 增加支撑 再次制作出来的成品 就特别完美了 机身主体 真的是五厘米厚的 强体保温板 含空成板 波纤复合材料 结合制作 转发装架 现在还有传独装架 发装架 会订阅 都在 onent 冷的 冷的 接应 HOW 让它世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动力部分是起飞的关键 主体需要一根3米长的固定帘 发现完整的轻型飞机机组帘就非常的合适 直接就给拆了一根 电机和旅馆连接 用这3D打印键试了一下 强度是没有问题的 都进行了加厚处理 这3D打印键 好 看起来 油 甲组一下看着是不是特别帅 它的尺寸也特别大 机长有足足4.8米 毯下两个火区都还有多 空载重量有64公斤 从第一个机翼开始制作 我们工作时四个人 整整干了一个多月 这也是我们有史以来规模和工程量最大的项目 全部的制作都在四楼的房间里面完成的 现在出门就是一个大问题 机翼勉强还能出去 机体又是要拆卸窗户 吊砖到一楼 好在机身主体全部都是泡沫版 重量没有特别的夸张 接下来就是紧张刺激的试飞环节 本地的航母爱好者知道我要再能飞行 特意都来围观斑满 前面小比例模型测试有过翻船的情况 所以这一次调试的就特别保守 开始几次无能飞行测试 前机翼都完全没有脱离水面 主要是怕情景在线 我们先做了几个小时的测试 才敢完全离开水面 全部准备就绪 下面请看我的再能飞行 好了准备起飞准备起飞 好 检查好可以起飞 好 准备 走 推 头 头推出去 好 好 mor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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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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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手戳载能地面效应飞行器 也帮你们实现了一下抱着遥控器开飞机的愿望 我盼了四年的梦想也终于完成了 但故事还并没有结束 这只是开始 这台载能地效飞行器 我还会继续优化 替换成汽油发动机 这样的话 续航达到100公里肯定就没有问题了 可以增加飞行控制系统 增加控制垫面 提高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现在这台还只是以含模的思路设计制作的 用的都是最廉价的专修材料和泡沫板 有些部件 长久使用 还是有点安全隐患的 后期可以全部升级为碳纤维复合材料 我的计划 就是把它设计开发成一种 全新的单能水扇交通工具 Thinkball始于感想 说不定 未来地效飞行器 真的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水扇交通工具 另外感谢影响360 Fingball挑战基金 对本期视频的大力支持 如果你有大胆的想法 也可以去饮食官网投稿 他们会帮你实现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次 再能低迷消息飞行器的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点赞和关注支持 你的支持 只有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